哈囉大家好 我是Maurice 那我們今天來到的是日本棋育縣的本庄市 那這邊是本庄綜合體育館 那其實我覺得日本的球場都算是蠻高級的 那入內的時候都要換上室內鞋 那球場的規模也算是非常不錯 那我們這一次主要是有光復高中的林恩宇跟謝明俊 來日本這邊受訓練 然後跟這邊的球隊一起打比賽 我們在那邊打比賽 真的要投籃 真的啊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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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喔 喔 再大家晃一下這個球場 那我個人覺得這球場是非常漂亮啊 粉裝綜合體育館 好那我們現在在新宿 那現在是我們日本行的倒數井行程 你覺得這次來日本的主要收穫有什麼 很多的技巧啊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它很要求就是 你在變換方向的時候身體也要帶去 這樣才可以更容易看到對手 然後還有這樣的就是 重心在壓著體育 遇到人會不會都很難 這幾個行程中你有印象哪一個 是最讓你印象深刻嗎 然後可以大概形容一下嗎 印象深刻 那就是我們去那個奇遇線打比賽的時候 然後對到的那個也對大學隊 就是蠻有強度的 然後他們後衛也很快 然後身材也不錯 然後我們是有學到蠻多東西的玩 還有那個運球 就要是運球 他們可以就是最壓力就是他們可以 就是在加速的時候 然後突然煞車 突然變換方向 就感覺每個日本球員的運球 基本功都非常紮實 而且是可以在場上去運用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你希望說回去光復高中之後 可以帶給球隊什麼樣的經驗 就是你在這邊學的 帶回去的就是一些 日本人很細節的東西吧 因為日本人就是 看他們那個心態吧 然後看他們的技巧 跟這邊學到的一些練習的方式 然後還有一些動作 都被帶回去分享給隊伍 然後一起稱讚 然後大家知道我們是台灣來的 所以遇到我們就特別亢奮 然後特別想要在我們面前很得分 然後特別想要守住我們 然後只要可能守住了一兩波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這樣很開心 好那最後就是你希望說 明年賽季給自己一個目標 助攻 因為明年也沒有練習狼可以靠了 助攻方面跟老闆方面 都可以有所增長 然後最後也最重要就是 事務上面 對啊 就是帳面上高一高的 事務 事務率真的蠻高的 就是搞成這樣去控制 去控制去求這個地方 有可以自己設定一個場均數據嗎 嗯 先不要講太滿 但是 啊先15張 哇OK 然後其他就是 這樣都可以進步啊 然後事務 事務滿多了就是 因為很少啊 控制 再來是 公布高中的謝明俊 好 那明俊我想 因為這場日本行的差不多 即將告一段落 那我覺得 可以分享一下你這一趟過程中 你覺得 哪一個細節 或是哪一個部分 是讓你覺得 最驚訝 或是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 就是 他們的 有一次比賽 然後 對面有一個 很小 看起來應該是國小生吧 對 或是 可能國一國二的 然後他很小隻 他可能幾百 四十幾百五十個 不知道有 他運球很 很六 雖然 他 因為他很小 所以 他的步伏比較小一點 他 變相不會那麼大 所以 手他也比較好手 但是 就是 如果以同年齡去看的話 我覺得他基本都是 就是 真的 已經到 很頂 結果他那個 換手啊 跨西亞都不會卡住 而且去穿球員吧 他都是單手穿球 對啊 然後他投籃一些單手 就是 我就是蠻喜歡他 而且他 不服輸啊 所以我手他 他一直正正在打 就是正正在打我這樣 你覺得這一趟 在技術訓練上 你有沒有 覺得 哪一個項目是 跟你在台灣 有不一樣的感覺 你的想法 或是怎麼樣 應該是他們 做這個運球吧 因為台灣 我們在廣伏做的運球 就是 給你一個錶 然後你可以兩顆球 然後在那邊 這樣 人地運這樣 然後他這邊不是他這邊是 就是你可以兩顆球 然後會結合一些進攻的動作 你懂得進攻別人 然後但是你是拿兩顆球 去做這個進攻 然後 就會導致 你本來一顆球運動的時候 所以你兩顆球 就會 會有點怪怪的 然後會一直跳球 那 就是 我覺得應該他們 可以在練兩顆球 然後還有練習 在掌控球 就是收眼協調 還有一些判斷 對 你們在那個 本莊那邊 打得算 滿的比賽 那跟大學隊交手的感覺 是怎麼樣 跟日本大學隊交手的感覺 嗯 我最近他生的時候 應該是他們的那個 小偶爾 就是很快 然後 很 就是他很標準嘛 就是 因為 路四五會在那個位置 停下來 但是他是往裡面插 然後 他殺進去又可以 又可以利用插板的角度 去做那些進攻 然後拿下分數 然後他們的那個 手腕 Finish很好 然後控板保衛很好 然後 然後他們的一個小 一個前鋒 不高 然後但是 我覺得他就是有點像 3D球員 他就是把3D這個位置做 他防守啊 然後或者是 圈塞拳的那些 跑動能力 都已經 就是鑽牙都已經 還不錯的 一個前鋒 那最後就是 你聊一下說 明年賽季的目標 然後還有你個人數據的 期望 呃 其實個人數據 希望 Raren哥是說 25分以上 他就送我鞋子 然後 他團體的目標是 當然是拿下 3.8 然後 然後 就 結束 好好打完 然後結束這一年 然後趕快離開光 這麼想離開 很想離開 MJ 他很棒的球員 你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 他是台灣的MVP 他為了 U18 我認為他可以 他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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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他的 Grö心 他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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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很高興 但不高興 他很高興 因為 他很高興 他在這裡 兩天 我看他 他很高興 他不會 攻擊 所以我认为他必须增异的球技能 他的技术技能 他的技术技能 而且他太好 我认为他很聪明 我认为他很聪明 但我认为他必须有刺激的心理 像 Kobe Bryant和 Michael Jordan 他必须比较好 他最好的球技能 他必须比较好 他必须比较帅 我觉得他可以 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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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了他的篮球 他很判断 他很拥有刺手 但他也可以尽量乱高 尤其他足球 他很高的目标 但他很高的三重 但是在下一層上,他更加了三分比, 他更加了一段時間, 他可能比三分比, 或是打球的。 他有很高的手, 但我认为他在左方的手, 他可能会有很高的手, 所以他必须要努力, 尤其是他的手, 他可能比较更高的手, 所以我非常感谢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Morris Morris